你现在在听的是《神汪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个订阅状况 《MHP7》《正向部沙冷气》 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直播节目和志乐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先讲讲另外一件事 这件事其实是发生在去年的 不过近期就有新消息 那这件事是如何呢? 这件事是在麻省发生的 即是Massasuses 麻省理工人叫麻省 或者叫做... 有个有趣的中文名叫做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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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3年9月1日的时候 就有个十五六岁 应该是十五六岁 那这个小朋友 就是吃一塊很辣的粟米片 就沾了 吃一塊很辣的粟米片沾了的時候 當然 那些人就懷疑 是不是那塊很辣的粟米片 就搞到他死了 現在就驗過絲之後 這塊畫面那塊就是很辣的粟米片 他就有一件東西叫 One Chip Challenge 叫Paki One Chip Challenge 他吃了這塊東西之後就死了 警察就發現他沒有了知覺 那 這個叫十字車 就送去醫院 最後就死了 這塊粟米片在上面 就有大量辣椒的提取物 你看到黑的那些 其實就是辣椒粉的東西 不過是濃縮了 味道的 這些其實嚴格來說 就是胡椒噴霧 那些東西 不過你現在就在肚子裡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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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有沒有告到粟米片商 沒有 現在他這次真的是辣死人 他那個死因 就是 心肺灶停 原來是可以辣死人的 原來 他就是因為攝取了高辣椒素濃度的食物 糟糕 是辣死了 那 Sam Choi就好像下架了 那 就是TikTok挑戰 沒錯 這個是TikTok挑戰 但是現在我告訴大家 西方媒體也很棒 他們已經沒有提到這件事是TikTok挑戰 他們真的沒有提到 哈哈哈哈 如果你看美國的報紙 這個是美聯社 拿出來說的 美聯社也沒有說是TikTok挑戰 他說是社交媒體的挑戰 哈哈哈哈 就是他沒有針對TikTok 他現在是社交媒體挑戰 整死人 哈哈 那 Cocure什麼樣子那麼厲害 其實他 肯定是很辣的 而且說真的 如果本身心肺功能不好的人 都是吃少辣食為妙的 尤其是他 我小朋友 之後有說到 他本身的心是比較大的 還有 有其他先天性心臟的缺陷 他的心是 可能是心肌肥的那些 心肌肥的那些 是有很大的影響 那麼 收屁業就說辣的對心有很大的影響 是的 Franter Wong看到了也不會吃 黑色的 那時候人人都買來吃 還有會拍一條影片 在TikTok那裡 你說TikTok有沒有去推出那些挑戰 你可以說他沒有的 但實際上 大家都知道 一講起挑戰 一講起挑戰 大家都知道是TikTok挑戰 因為他一開始TikTok 在西方做這個平台的時候 他就有挑戰 挑戰燒別人的超級市場貨架 那些挑戰 在停車場進了D波 然後跳進車上 唱首歌 然後上車上 不春都有 所有危險動作他都有做 現在呢 西媒說都不講 不是TikTok 現在是社交媒體挑戰 因為不用講 已經知道是TikTok 我告訴你 但是 TikTok就說 好像是墨西哥MX辣椒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辣椒 但是 它肯定就是高濃度的辣椒素 就放在這塊粟米片上 只是一塊而已 你吃了一塊之後 那些人是很痛苦的 如果你看過那些影片的話 就是 一塊錢的挑戰 這件事 其實我也嚇倒了 我看到這件事是嚇死人的 那 讚先生就說 鬼佬是不是有很多抖音挑戰賽 大胃王吃辣椒比賽 大胃王吃辣椒比賽 本來不是TikTok的 他一向都有這些挑戰 吃很多東西不用錢 例如一大碗拉麵 這些在全世界都有 其實 吃一大碗拉麵 然後不用錢 或者 吃十碗公仔麵 或者吃十碗螺絲粉 我記得在大陸也有 吃十碗螺絲粉 然後就送幾箱螺絲粉給他 哈哈哈哈 其實有這些 大家都是有噪頭 但是 你在內地 這些你要真的自己去找 才能找到 他就不會 抖音不會自己推給你的 但是TikTok其實就是會 其實就是 Mac Mom就說 香港沒有TikTok也是一件好事 那Sam Choo就是內地也有視頻吃魔鬼辣椒 那他當然有 但是 國內 看到這些不好的訊息傳播 或者有危險性的東西 他就會有限制 這個是 為什麼人們針對TikTok就是這樣 我再說一次 為什麼西人針對TikTok 其實人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就是你自己的地方 為什麼抖音那些沒有害死人 不會別人吃了一塊的粟米片 他就死了 在國內沒有這些 為什麼會這樣 那Sam Choo就說 不死腸胃也很傷 辣到失禁 我不知道 那四哥就說 可能湖南人可以吃到 Roy Roy107就說 美國有隻 魔鬼椒的辣椒醬 會警告心臟病者物用 這隻薯片就沒有 其實最慘的是小孩子 我經常都說 你的平台玩這些 其實有些根本 最差的是小孩子學 未成年那些 未成年的人可以駕車 在外國很多地方 16歲可以駕車 有車牌的 16歲 他們不會分什麼安全什麼危險 我想回我16歲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什麼安全什麼危險 16歲的時候 就要拍影片 就在停車場唱一首歌 然後跳回上車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其實這些 你現在講挑戰 每個人都知道是TikTok挑戰 所以根本就是社交媒體挑戰 一講 TikTok其實已經 我就跟大家講 有些事情 澳美國強硬逼我們賣 是不對的 有些事情你都不守別人規矩 現實就是 Admum就說 其實TikTok是不是想用軟性方法打殘美國 美國人就有這樣的陰謀論 其實說真的TikTok是為了賺錢 我實在講到底 這些不是中國國家行為 我經常講很多次 這些肯定不是中國國家行為 你就強硬都要說是有些人 有些人還做自稱愛國者 其實Admum說的 軟性打殘美國 這些是 有些自稱愛國者的人都是這樣講的 你那些人是沒有腦子的 其實你想一下就知道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你覺得別人不會大翻譯的 別人不會想的 別人也會向這個方向想的 其實現實呢 我實在講 這些根本跟國家是沒有關係的 TikTok的老闆想賺錢而已 抖音的老闆想賺錢而已 整個平台賺錢而已 為什麼 做一些挑戰為什麼 就是多些人去參與 多些人去參與 就比較容易傳播 那些影片 他專門是這樣做的 就是他有一個題目 去做一個挑戰 他在一個社交媒體做 結果人人都做 人人都做的時候 每個人都拍片 你又拍片 他又拍片 他又拍片 他又like 我又like 那他就多了人玩 對不對 整件事是為了賺錢 根本不是說要整死美國 我又不認為是這樣 其實 那 這個 讚先生就說 吃播、喝酒播 抖音、網紅、死了不少 國家有政策 禁了這些事情 就是你狂吃的那些 視頻 輕了一段時間 國家很快出來 出手禁了 平台一定要聽的 不讓播 在國內就是這樣 殉坤就說 大學入學喝酒精中毒 死都經常發生 因為 那些人不懂 大學 我記得我入大學的時候 他們有個 Beer邦挑戰 他一個邦 應該有兩渣啤酒 那麼厲害 他一口氣都喝了兩渣啤酒 一般人都做不到 坦白說 我的理解就是 一般人都做不到 是一些很突出的人 才能做得到這些事情 那麼 帕斯旺說 這塊粟米片辣 還是麻辣火鍋辣 當然是這塊粟米片辣 這塊粟米片辣很多 麻辣火鍋 我就沒聽過會吃死人 因為麻辣火鍋 通常都是麻辣多過辣的 其實是 那麼 鳴央就說 不如說現在的人極度空虛無聊 去挑戰 其實是有同磁壓力的 小朋友是 如果你在社交媒體那裡 你用TikTok 其實我們這裡有些學校 就不准 那些年輕人 放TikTok在手機上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知道這個TikTok挑戰 有危險 其實有些事情 說真的 TikTok自己有很多事情 有責任 我不是 我不是想 美國 收這個TikTok 我一定要說 但是 有些事情是他們搞出來的 就是 那些事情是 人家Facebook有沒有挑戰 Instagram有沒有挑戰 他們沒有的 他們不會搞這些 因為他們搞這些 有些 有可能會搞事情 他們是不敢做的 兩八三八六就說 早晨可以說回題目嗎 這個題目是 到最後才說的 如果你第一次來聽節目 你可以 在香港時間 八點多 你進來 如果你要聽封面的話題的話 這個《神邦》第一線節目 是會講很多不同的話題的 讚先生就說吃播 央視批評過浪費食物 是啊 其實那些吃播不准做很久了 明央就說 父母最大責任是Parenting 但是小孩子做什麼 你父母有時候管不了 我也很坦白說 就算 媽媽跟兒子的關係很好 也好 兒子要走去 賭草 那些 你沒辦法控制 我講的 現實就是 那麼 BB方說 Facebook早年也有些挑戰 但是他們知道有後果 不做 其實TikTok是 做了一件事 就是別人不敢做的 他就照做 他當然很成功 別人不敢做他就照做 他當然很成功 但是之後 那個後果他未必能承受得到 現在 承受不了後果的時候 就拿國家來頂 其實我很不喜歡張一鳴這個人 就是這樣 你做的事 你為了賺錢 其實有很多事情 不關國家的事 結果你就在國家面上貼市 這些是很離譜的 那算了 那我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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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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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